喂 聪聪忙忙干嘛去呢 什么 义非独不天下更新了 等等我 我也去 第七百四十七集 有凤琪在 姬云开完全无法像昨天那样 一口气把有的种子都种下来 将义能耗光 只种了三分之二 凤琪就叫停了 师兄 我真的没事 姬云开还想要争取一下 但凤琪却不容拒绝地摇头 小师妹 我是天一谷的大弟子 你该清楚我的医术 我说不行就是不行 其实能力耗尽 对我有好处 如此反复 我的实力才会增长 姬云开试着和凤琪讲道理 但凤琪仍旧是摇头 小师妹 你要是脱力了 可没有人抱你出去 反正他是不会抱的 至于萧九安 估计也不敢轻易冲进来抱人 万一他跑过来 再次把姬云开催生出来的绿植弄死了呢 凤琪相信 这事萧九安绝对做得出来 师兄 姬云开定定地看着凤琪 眼中闪着惊喜的光芒 特别的可爱 凤琪一个没忍住 伸手拍了拍他的脑袋 以长辈的口吻道 对 我只是你的师兄 所以不要再有负担了 我知道了 姬云开连连点头 双眼透亮的吓人 浑身都散发着喜悦的情绪 凤琪心中莫名的意暖 同时亦又生出一股歉意 先前 给你带来麻烦了 小师妹 到这时他才明白 他身陷其中不肯走出来 伤心难过的不仅仅只有他 还有小师妹 他的小师妹善良而美好 看到他痛苦怎么能高兴得起来 先前是他太自私了 只顾着自己 师兄 你别这么说 重来一次 我还是会做出同样的选择 他知道 凤琪是因为他去望风芽救他 而对他心生爱意 可就如同他所说的那样 明知凤琪会因那件事喜欢上他 他也会去 和命相比 其他的都不重要 师父说的没错 凤琪看着回到初时 对他亲近信任有加的季云开 心底最后一丝不甘 也消散了 罢了 就这样了 沉溺在自己的虚妄中不肯走出来 最终也不过是伤人伤己 甚至有可能到最后连师兄妹都没得做 好 师兄你让师嫂多生几个女儿 然后呢 我让我儿子娶你女儿 我保证会做一个好婆婆 不给儿媳妇立规矩 季云开一扫压在心底最深处的担忧 整个人都轻松了 也更加活泼了 他在凤琪面前终于不再有压力 也不用再小心翼翼的防备 生怕一个不慎让凤琪误会 给凤琪不该有的希望 别 燕北王府那个地方 我若有女儿 绝不会让女儿嫁过去 燕北王终生不纳妾 燕北王死 燕北王妃陪葬 这规矩看着对女子有利 但真心疼爱女儿的人家 根本舍不得将女儿嫁入燕北王府好不好 燕北王都是要上战场厮杀的 谁知道什么时候就死在战场上了 而且只有燕北王妃为燕北王陪葬 燕北王妃死了 燕北王随时可以再娶 这世间又不是只有燕北王不纳妾 为什么非要把女儿嫁给一个要她同死 却无法陪她同死的男人呢 不能纳妾 燕北王府不能纳妾的规矩 也只能骗骗单纯不懂事的小女孩 真要是遇到喜欢的人 把王妃弄死 再娶一个纪王妃就是了 这种事在燕北王府又不是没有发生过 细数燕北王府的历任王妃就会发现 燕北王府出纪王妃的概率极高 只是世人都被燕北王不纳妾的规矩给蒙蔽了罢了 显然 纪云开也想到了这一点 附和的点头 这一点我也赞同 在师兄你面前 我也不虚伪了 我说真心话 要不是皇上赐婚 我就是再喜欢萕九安 也不会轻易答应嫁给她 太不安全了 这世间之事谁也说不准 生死有时候就在一线间 萕九安虽然很厉害 但厉害并不能保证她能长命百岁 生死这种事最没有定数 她才不想把自己的命交到别人手上 这话可千万不能让王爷听到 她会气死她 凤琪嘀嘀一笑 眼神一扫 落在不远处 她敢肯定萕九安百分百听到了 没错 萕九安听到了 不仅这一句 凤琪与纪云开所说的每一句话 每一个动作 萕九安都知道了 她不会做偷窥这种事 但她有安慰呀 有安慰盯着 凤琪和纪云开的对话 萕九安就是不想知道也不行 纪云开一回来 萕九安就一脸不快地道 不想叫本王啊 你想叫谁 纪云开半点不意外 萕九安要是不知道才奇怪呢 就萕九安独占欲这么强的人 能让他与凤琪单独出去已经是破例了 不让人跟着怎么可能 虽然纪云开对萕九安这种行为十分反感 但他知道短时间内他不可能叫萕九安改变 他行得端坐得正 也不怕暗卫丁梢 纪云开没有回答王爷的质问 而是不客气地道 收起你的杀器 再弄死我刚种出来的藤条 你就睡地吧 我 收不起来 萕九安顿时就粘了 怎么可能收不起来 先前我催生黄瓜的时候不是还好好的吗 纪云开一点也不信 毫不客气地携了萕九安一眼 当他不知道萕九安只会在情绪极不好的时候 才能瞬间弄死周边的花花草草 要是他的情绪平稳 他周边的花花草草还是会死 但会慢很多 先前见到你巫师啊 本王心情好 现在 本王很不高兴 居然不想嫁给我 哼 放眼天气 有谁能比得过本王 有什么好不高兴的 说得好像没有皇上赐婚 你会娶我一样 都这么大人了 还撒娇 正是的 本王要是见到你 定会娶你 秋松纪云开身上有让他安定的气息 他也会把人娶回来 左右娶回来放着就行了 好用就留着 不好用就杀了 燕北王府又没有王爷给王妃陪葬的规矩 本集播讲完毕 不过也是不是 别急 下集马上就来哦